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比 而方向相反 这个时候呢 它的运动就是一种震荡的运动 这种震荡是有对称性的 那么我们解除它的 我们发现它的位置与时间的关系 它可以写成 5 omega t 加 θ 或者是 or 等于 a cos omega t 加 phi 那么这里头的 a 跟 c 它是常数 我们由它的起初状态来决定 那么我们都做过了这个 那我们 假如我们选这一组来看 选这一组来看 那么如果 x t 是等于 a sin omega t 加 θ 的话呢 那它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微分 就是 omega a cos omega t 加 θ 加速度也可以再微分一次 不过我们现在 不过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要看 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还有加速度与位置 x 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看看它的速度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速度呢 它可以写成 omega a 这个 cos 呢 我们可以写成 1 加上 sin 平方 omega t 加 θ 因为这是开平方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加一个正负号 加一个正负号 OK 好 那这个里头 我们把 a 乘进来好了 a 乘进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x 因此它的速度就可以写成 omega 根号 a 平方 加上 a 平方 x 平方 所以它这个就是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看它的加速度 你把这个再对时间为分一次 它就变成 负的 omega 平方 a 平方 a 平方 a 乘上 phi 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加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这是加速度 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这个是加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位置与时间的关系 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也知道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加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 先从这个式子来看 我们看减些运动有几种特性 我们有这个式子 X等于正负 Omega A平方 减X平方 这是减的 我是写错了 是减的 减 由这个来看 我们看这个 根号里面 如果X比A大的话 那根号里头是一个负值 那负值开根号就变成虚数 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速度不可以是虚数 虚数就是 你找不到这个东西了 我们实在的物体 真正的这个实体 它的速度应该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由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X呢 它的绝对值 要小于等于A X是什么 X就是它震荡的时候 它的位置 这个是它的平衡点 平衡点 它的位置 X 或者是负X 它震荡 震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它对平衡点的距离 平衡点的距离 一定要小于A 那么它的 那么它的 X Maxima X 绝对值的Maxima 就等于A 那所以说这个 这个值点在震荡的时候 它对平衡点的最大距离 就是A 所以它只能震荡到这里 最多最多震荡到这里 跟负的这边 就是震到这边 这是X等于A 这个是X等于负A 这是最大的震荡的距离 最大 好 那么 这个A就是什么呢 A就是它震荡的时候的震伏 A称为 震荡的幅度 叫做A 叫做A 叫做Amplitude Amplitude 它是最大的距离 就是物体在震荡的时候 相对于平衡点的最大位 我们看到A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对称 称的方向 最大距离是A 负的方向 最大距离 也是负 也是A 有这个距离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是震荡的最大距离 就是X maximum 好 X maximum OK 好 再来 我们就看到 当X等于A的时候 X等于A的这个地方 在这两个地方 物体的速度是0 就是它称当到两头 两个顶端的时候 它的速度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位置 速度是等于0 好 在这个位置 速度也是0 好 那么X等于 V要等于0 好 X等于 我们画到这里来 我们写到这里好了 X等于 0的地方 X等于0 那么V的是最大距 V的最大距 就是OmegaA V要等于正负 OmegaA 最大 在这一边 速度呢 它如果在这一边的话 在这里 它从这边过来 经过这里 速度是负的 从这一边 经过这个地方 速度朝那一边 所以它的速度 是正的 那我们就在这里写 V Maxima 在中间 它是等于OmegaA 这个是它的绝对值 所以你印象里都要知道 浅显运动的物体 在平衡位置的时候 速度是最大 在两端 速度是0 要知道这个 好 再来呢 我们就看 X 不管是什么值 它是某一个值 某一个值 当然要小于A的某一个值 这个V呢 都有正负 V都有正负 也就是说 它经过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呢 是某一个值 但是可正可负 可正可负 什么时候是正呢 就是当这个值点 从这边震荡过去的时候 经过这一点 速度是V 好 等到它到了 X Maxima 到A的时候 回过头来 又经过这一点 速度跟刚刚那个一样 大小一样 但是它的方向啊 是反过来 反过来 就是说 X等于任意位置的时候啊 它的速度呢 有正 有负 K X为任意值 V呢 V呢 有 相同的 大小 但方向相反 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啊 它的速度 可以朝这边 也可以朝这边 速度 好 在这里也是一样 可以朝这边 也可以朝这边 速度 好 还有 就是 这个X 不管是 称X 还是 负X X等于 正负 X0 这是任意位置 任意位置 那么V呢 那么V呢 V呢 V的绝对值 是相同的 就是说 你在这里 正X0 或者是负X0 绝对值 等于 等于定值 绝对值 那也就是说 它的V等于什么呢 V等于 乘负 Omega 更好 A 平方 减 X0平方 它在这边的速度啊 如果是X0 那么这边也是X0的话 那这两个速度的大小啊 相等 相等 那也是一种对称性 看到没有 所以它震荡的时候啊 对平衡点的两侧来说呢 它是 它是对称的 好 这是它的速度 然后我们看它的加速度 我们用加速度的式子来看 加速度 它是等于负的 Omega 平方 X 但 X 等于 零的这个地方 加速度 等于零 好 在平衡位置 它的速度呢 是 平衡位置 它的速度是最大 但是加速度是零 那么在两端呢 两端 加速度 A要等于 负正 Omega 平方A 这个是 我们写 Maxima 好了 我们写 不是 我们写 这个 绝对值好了 绝对值 等于Omega 平方A 所以 所以A的绝对值的Maxima 是等于 这个不要写这样 我就写 就写这样就好了 A的Maxima A 应该等于 这个 我看看 等于A的时候 对 等于A的时候 我们写这样 这是最大 OK 好 那也就是 在这两端 加速度 等于 等于最大 这里是等于负的 Omega 平方A 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去的 这一边的A 是等于正的 Omega 平方A 方向是朝这一边去的 那么在中间的地方 A等于0 像这种 在什么位置 速度是什么 极大还是极小 这个我们都要 做一些题目 让我们对它 非常的熟悉 很自然就知道 好像你拿的东西 手上拿东西 我这个 手一伸掉 这个东西就掉下去 是一样的 上次是哪个同学 坐在这个地方 他的 词别忘记带 坐在这里的 这里还是这里的 你们回去问问看 回去问问你们 班上 上 礼拜三 有谁 东西忘记带走 好 这个是我们 你看到它的 速度跟加速度 在各种位置的 这个 关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看这个 简学运动中 物体的能量 简学运动中 物体的能量 做简学运动物体的能量 衔钢学运动是 今天计划 简学运动物体伴DER 乔钢学运动就是 简學运动物体的能量 简書运动物体roid 物体的能量 我们整个系统 我们是假设摩擦力不存在 我们是假设摩擦力不存在 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导出的检线运动 这个物体呢 它摩擦力不存在 所以它所有的力 就只有弹簧给它的力 弹簧给它的力 这是它的conservative force 那么conservative force不断地在运作 于是这个弹簧呢 这个物体就开始有速度 弹簧也有伸缩 于是就有胃能 也有这个动能 因为它速度也在改变 那么我们首先看 它的胃能 胃能 胃能很简单 我们就是 因为它是属于恢复力 它的EP就是二分之一 kx平方 跟弹簧的胃能一样 这是它的胃能 OK 胃能 那么从这个式子 你可以看出来 x等于零 这时候胃能是零 x等于正A跟负A的时候 胃能是最大值 因此在这个地方呢 potential energy 等于零 这个地方的potential energy 是最大值 二分之二分之二分之一 kA平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们就去写EP就好了 EP EP maxima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它的EP maxima 等于二分之一 kA平方 好 这是蔚能 那我们也把这个写一下 VP的 maxima 是等于二分之一 kA平方 那当然它的单位就是胶儿 单位就是胶儿 再看它的动能 kinetic energy 动能 kInetic energy 等于二分之一 m V平方 V平方 你就把这个平方一下了 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Omega平方 A平方 减掉 x平方 那Omega是什么呢 Omega平方 Omega平方是k over n 你也可以把这个写成 二分之一 k over n A平方 减 x平方 ek kinetic energy 那我们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来 当x等于a的时候 正a负a的时候 那么 ek是零 就是说这两端 ek是maxima 在中间呢 在中间呢 x等于0 kinect energy 是maxima kinect energy 是maxima 好 那我们也可以得到 我们就这里好了 我们可以得 也不应该差这里 应该就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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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断叉 怎么搞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好 ek max 是等于 二分之一 a 根号 k over m 乘上 a平方 不是 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 先错了 Omega平方 就是k over m 先漏到一个东西 先漏到一个 漏到一个 二分之一 m 因为Omega平方 是等于 Omega平方 k over m 所以它就是等于 二分之一 k a平方 减掉x平方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进来 它就等于 k 这个等于0 它是最大 这个地方是最大 这个ek maxima 是等于 二分之一 k a平方 这两端的时候 ek是等于0 这个ek也等于0 好 你看这个值 跟最大的位能是一样 所以它最大的动能呢 就是最大的位能 那这个 那这个也等于1p maxima 1p maxima ok 最大动能就是最大的位能 好 那么现在 我们 我们 知道它有动能 有位能 那么它的总能量 总能量 就是它的机械能 也就是它的机械能 任一个位置的机械能 也就是它的总能 是等于位能加动能 好 总能 就是它的机械能 我们用1来表示 1 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kx平方 加2分之1 我们现在用这个 k a平方 减x平方 好 好 你看这两个 减掉了 对不对 消掉了 最后它就等于 2分之1 k a平方 所以总能量就是最大的位能 也等于最大的动能 好 总能 等于最大的 好 那么 这个是 做剪辑运动物体 它的总能 因此它这个能量 它就是由动能 转变成为胃能 胃能又转变成为动能 比如说 当它在这个弹簧震荡的时候 物体在这个位置 动能等于零 它速度等于零 这个时候它的胃能最大 也就是它的力最大 力就是这里最大 这个地方是零 F等于 -KX 所以在这里的力量最大 于是弹簧呢 就用它的弹力把这个物体拉过来 它有加速度越来越快 那么弹簧就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就是它的胃能变小了 那少掉的胃能哪里去了呢 就转变成个物体的动能 等它这个物体经过平衡位置的时候 那么这一瞬间 那么这个力等于零 就是这个弹力等于零 这个恢复力等于零 那么它所有的胃能也等于零 于是就全部变成动能 动能就开始把这个物体继续往这个方向前进 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这恢复力就要把它往这里拉 但是这里拉的力一开始没有多大 那这个物体受这个力会减速 它不是说马上就回头 你再大的力它也是减速到很小 所以它就减速减速 这个力量越来越大 减的越厉害 到它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变成零 就动能就没有了 跑到哪里去啊 这时候弹簧不是伸长了吗 对不对 就变成弹簧的胃能 然后又开始 弹簧又开始往这里拉 胃能又变动能 然后动能又变胃能 就是在这个地方 转过来转过去 由胃能跟动能 互相的转换 那么就构成它的震荡 好 那么能量啊 我们可以画出它的这个位置 与 我们画出能量与位置的关系 比如说 这条线 代表位置 物体振动的位置 这条线代表物体的能量 好 首先我们看位能 位能呢 是二分之一 kx平方 ep对x是 是这个 什么曲线呢 是抛物线 抛物线 那么 x等于0的时候 1等于0 x等于a的时候 1最大 所以它的 它的抛物线呢 是这样子的 这是 ep等于2分之1 kx平方 好 到这两边的时候 正a x等于正a 跟x等于 负a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的能量 到最大 能量这个时候 是最大 这个能量 这个就是它的1 total energy 我们再看这个 先看这个 动能 动能是二分之一k a平方 减x平方 它也是 能量跟 位置平方的关系 也是一个 抛物线 也是个抛物线 那么它 就是这样子 一个抛物线 这么跟这个 倒过来 跟这个倒过来 好 这一条呢 就是 1k 等于 二分之一 k a平方 减x平方 这个 ok 减x平方 那么在任意位置 任意位置 它的动能 这个是ek ep 这个ep 从这里到这里呢 是ek 这加起来 这加起来 加起来 那么 这个位置 这个能量跟这个一样 这个高度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那么 因此这两个 我们把这个 搬到这里来 加起来正好是1 ok 好 它等于 ep 加 ek 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轴 我们就代表的是 能量 这个是它的 能量的一个 关系 好 再来我们就看 我们也可以由 这个式子来求 它的能量 我们也可以由这个来求 比如说 ep 它等于 二分之一 kx平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二分之一 k 这个就是 a平方 fine平方 omega t 加 θ 那么它是这个函数 随着这个 正旋 平方的这个 正旋 函数的平方 来变化 那么这个 这个值是从 零到一 零到一 因此呢 potential energy 就是从零 到最大值 这个是最大值 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这个叫做 ep maxima sin平方 omega t 加θ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 maximum potential energy 就是二分之一 kA平方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最大值嘛 好 我们再看他的动能 动能 二分之一 m v平方 我没有二分之一 mv平方 好 v是等于什么呢 v是等于 omega平方 omega a 有平方的omega平方 a平方 cos平方 omega t 加θ 是这样子的 那么cos平方 omega t 加θ 这个函数值 这个函数值也是从0 到1 的变化 中间在变化 因此 前面这个值也就是最大的动能 这个也就是最大的动能 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我们写 我们写 ek maxima 好 ek maxima 是这个 这个值啊 我们知道 二分之一m omega平方 a平方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m omega是等于 k over m a平方 所以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k a平方 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呢 也可以写成 1 p maxima 的cos 平方 omega t 加θ 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 这个关系就是 1k maxima 要等于 1p maxima 要等于 二分之一k a平方 从这里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关系 这是能量对时间的函数 它的总能 1 任何一个时刻的1 是等于 1k 任何时刻 再加上 1p 那就是这两个之和啊 它就等于 1p maxima 提出来 里头 sine平方 加上 cos平方 这个角 就是1啊 所以它就是这个 因此它也等于 1k的 maxima 所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们得到同样的结果 OK 好 这个是 它的能量 能量的关系 能量与时间的关系 能量与位置的关系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讲 两个 讲一个例题 我们讲一个例题 举一个例给各位看 我们讲的有一个物体 这是它的平衡位置 平衡位置 那么它的力呢 它受的力啊 受的力 f 是等于 负 kx 当它在这里的时候 x等于 0.1米 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有一个速度 朝这边 朝正的方向 朝正的方向 0.5个 meter per second 所以是t等于0 我们写t等于0 它的x是等于0.1米 速度是0.5个 然后他受这个力 就在这里做减显运动 做减显运动 我们现在要求 求 求 求这个 震荡的周期 求正当周期 它还有一些量 要告诉各位 这个物体的质量 m是等于 0.04公斤 那么 那么力常数呢 k是等于 1.0个 newton per meter 还有就是t等于0的时候 是这个 现在要求 它的震荡周期 震荡周期 等于什么 t 我们上次导出来 它是等于 2π 根号 m 就是k 对不对 我们上次导出来过 那你就把这个值带进去嘛 带进去 它就是2π m 0.04公斤 被1.0 newton per meter 来除 最后我们算出来是 0.4π second 或者是等于 1.26 second 震荡周期 你做这个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再带 数字 你不要不写这个 t就是这个 这样 看起来乱七八糟 你一直久了 你都不晓得这里头 客户这里头是什么东西 ok 好 再来我们就看 tot tot b 周期的导数 那也就是frequency等于t分之一 那T已经知道了 T已经知道了 它是1.26秒分之一 所以它就等于0.8个hertz Hert Hert 单位是Hert 好 Part C要求角频率 角频率你就用这个数字 Omega等于2πf 2πf 那么它就等于2π 2πf就是0.8 那你成名的8也可以 好 存出来它是5个 Wattings per second 或者有时候只写到per second 或者是你可以写这样子也可以 小频率 好 Part D 我们要求它的总能量 总能量 1 我们知道 总能量它可以等于 任意时刻的动能加位能 任意时刻的动能加位能 那我们现在求 我们知道哪一个时刻的动能跟位能呢 T等于0 如果T等于0的话 我们定这个位置叫X0 这个叫V0的话呢 它就是二分之一kx0平方 再加上二分之一mv0平方 ok 那么 它这个 你就把这个数字带进去嘛 m也有 v也有了嘛 k也有了 这个也有了 你带进去 带进去算出来 它是0.01个jar 0.01个jar 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然后我们要求它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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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怎么求呢 你知道总能量以后啊 我们说总能量是等于最大的位能 也等于最大的动能 我们就用等于最大的位能好了 好 由这个 1是等于1pmaxima 等于2分之1ka平方 我们得A是等于根号21 over k 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啊 2乘上0.01 1.0 1.0 1.0 Nildon per meter 好 这个算出来 就等于是等于0.01 pi 就等于0.141 meter 也等于0.141 meter 好 F要我们要求它的初向 我们要求它的初向 Initial phase angle 就是 除这个 除这个 theta 取theta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求呢 我们就由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 x 跟时间的关系 是等于A sine Omega t 加theta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t等于0的时候 就是0的时候 这个theta x等于0的时候 位置我们知道啊 位置等于这个啊 好 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的 A也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求出来啊 小时 请进一下 小时 小时 它是等于A sin 0加θ 这个等于x0 x0 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sin θ 要等于x0 over A 好 x0 我们知道 0.1公尺 A算出来 0.141公尺 我们把这个除一除 它是等于 根号二分之一 可见那θ等于几度啊 45度嘛 所以θ等于 四分之π 一个radian 好 那么F7 part G 它要求最大的速度 速度的最大值 速度最大是我们刚刚 有倒过啊 或者我们有 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V Maxima VMaxima 我们用最大值好了 V Maxima 它是等于Omega A Omega A 好 Omega也知道 A也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 求 它是 五个 radian second A是 A就是 0.141 个 meter 我们算出来呢 它其实就是 0.5 乘算 根号二 meter per second 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是用per second radian表写 所以这就是meter per second 你把五 变成0.5 10乘到这里 就1.41 1.41 就是根号二 好 那么也可以从这个值来算 也可以由这个值算 不一定要这么算法 也可以由这个值算 不一定要这么算法 有以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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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V 等 Maxima 要等于根号 2 K over N 那我们就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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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K 已经告诉我们了 2 K 已经告诉我们了 0.01 0.0 21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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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 2 1 写错了 总难 就是总难 总难 0.01 就是总难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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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0.04 0.04 Kelogram 来除 0.04 0.04 wilt 2 圍 去 2 6 2 Eles 他加速度的最大值 他加速度的最大值 他加速度的Amax的绝对值是等于Omega平方A 那他就是等于5的平方5 这个就等于2.5乘算2.5乘算2.5乘算2.5 好 最后一部分A 好 最后一部分A 我们要求 踢足于十分之拍秒的时候 十分之拍 十分之拍 十的位置 即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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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十分之拍秒的时候 这个 十分之拍秒的时候 即加速度 即加速度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 他的一般式子写出来 好 那时候我们就要把 这个时间就是位子跟 时间的关系 架速度跟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要先写出来 架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架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要先写出来 好 位子 写这个 位子 余时间的关系 它原本 余时间的关系 它原点 它原点 加数码 我们加数码 这些质人都知道了 加数码 这些质人都知道了 它就等于0.1 它就等于0.1 它就等于0.0.1 Omega是五个radians per second Omega是五个radians per second 这个是四分之π 这个是四分之π 单位是meter 这个我们先写出来 然后把VT写出来 然后把VT写出来 VT写出来 我们把VT写出来 Omega是五个radians per second Omega是五个radians per second Omega是五个radians per second A是根号二 A是根号二 A是0.141 所以这个算出来它就是 0.5个radians per second 然后cos里头跟这个一样 然后cos里头跟这个一样 四分之π 四分之π 然后求加速度 然后求加速度是等于 Fu的加速度是等于 Omega Fu的 Omega 乘上4 A 乘上4 乘上4 这个都一样 我们就直接写就好了 这个都一样 我们就直接写就好了 四分之π 好 好 那么Omega 平方A 就是 最大的 Omega 平方A 就是 最大的 加速度 2.5 乘更号二 说出来 2.5 乘更号二 他 说出来 2.5 乘更号二 好,现在我们就把时间带进去 T是等于十分之拍秒 好,那我们就把有时间的这个算出来 好,那我们就把有时间的这个算出来 加四分之拍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四分之三拍 你把这个带进去 就变成三拍 你把这个带进去 就变成这个 我们现在把 X X 十分之拍秒 T 十分之拍秒 好,它要等于这个 0.1 好,它要等于这个 0.1 0.1 sine 四分之三 2拍 sine 四分之三 拍 好,你把这个算出来 就是0.1 好,你把这个算出来 就是0 好,那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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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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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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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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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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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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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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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6 6 7 6 7 7 7 8 8 7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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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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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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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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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做等速圆轴运动 好 这是他 横轴跟他 经过两个横轴 直径 经过两个 经过直径的两个 走一个横轴 一个是 走一个横轴 一个是 我们家庭有一个直点 正轴 我们家庭有一个直点 他在这个地方 假定这个半径是A好了 假定这个半径是A好了 半径是A 半径是A 我们不要用A 我们用R好了 我们不要用A 我们用R好了 用R 他在这里 以Omega的角速度在跑 以Omega的角速度在跑 那么这个点呢 Omega在角速度在跑 我们可以 求他 他到圈圈的时候 我们可以求他 他在这个轴上的投影 他在这个轴上的投影 来回的震荡 就在这个轴 让他从这里 来回的震荡 让他从这里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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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回去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震荡 投影 是一种 投影 剪弦运动 是一种 转也是哦 它在这个地方 在投影 它在这个地方 Y投影 这是X 我们讲这是Y好了 Y与时间的关系 跟X与时间的关系 都是一种 剪弦运动 Y就是在那正轴上面震荡 的位置 X就是投影在 横轴上震荡的位置 OK 好 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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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速度是A 半径是R T等于0的时候 是R 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它有一个 出向角是θ 我们不要画箭头 就是出向角是θ 我们不要画箭头 就是出向角 是θ 然后它以 Omega T的速度在跑 然后它以Omega T的速度在跑 比如说 就到了这里 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角度是Omega 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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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是Omega 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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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它在这个 上面 的 那么现在 我们看 它在这个 上面 的 投影 X 我们看 T 我们看 T秒的时候 它在这里 T T秒的时候 它在这里 这个投影的位置是什么 它的投影在这里 这个投影的位置是什么 这一段 位置是这个 它就是X 这一段 X等于什么 它就是X X等于什么 X等于斜边 X等于什么 也就是R 这也是R 斜边 R 也就是R 这也是R Sine R Omega T加十一套 Sine R 的 Omega T加十一套 Sine Omega T加十一套 Omega T加十一套 Omega T加十一套 你看这个 这种形态 一看是解决运动 是不是解决运动啊 这种形态 是不是解决运动啊 R R是什么 是不是解决运动 是一个常数 R R 就是我们解决运动的A 对不对 就是我们解决运动的A 它就是A 就是A 所以 它就是A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 它就是一个简弦运动 它的头影是水弦运动 简弦运动里面的 脚频率就是它的角速度 脚频率就是它的角速度 这个物体的 简弦运动中起初 这个物体的 这个物体的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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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起出位置 出向 最初的脚位置 脚位置 然后它的最初的脚位置 然后这个 A就是R 就是圆中运动物体 A就是R 它的圆中半径 就是解决运动中的A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A Sine Omega T 加C的R 好 那A呢 就 在这个指数 就等于R 就是说 这个简弦运动的正幅 就是这个 做圆中运动物体的半径 好 我们再看这个 直点的速度 我们再看这个 直点的速度 这换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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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θ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θ 这个是θ 半径 半径 好 物体在这里 它会有一个 好 物体在这里 它会有一个 它会有一个 直点在这里 会有一个切线速度 好 这个上面的头影 这个头影 这个头影呢 就是 这个头影呢 就是 这个p点 它的这个p点速度 它的速度 就是它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就是它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它的速度 就是它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它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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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这个速度 这个脚 跟这个脚 不是相等 这个脚 跟这个脚 现在都是位脚 就是相等 这个脚 现在都是位脚 就是相等 所以它的脚 就是 Omega t加θ 所以它的脚 这个是等于 这个是等于 v是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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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 是等于 vt sine 乘上 Omega t sine 加θ Omega t 我这边是cos 加θ 就写错了 这个是cos 我这边是cos 我这边写错了 就写错了 这个是cos 我这边写错了 这边才是sine 这边是cos 这边才是sine 这边是cos 好 那么 我们就看到 vt是什么 vt vt vt是什么 vt是等于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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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是等于 rOmega vt等于rOmega vt等于rOmega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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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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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描均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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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vt 因為它的速度是從X軸的速度 這是減協運動裡面的速度嗎 這個是減協運動裡面的速度 這個是減協運動的速度 所以它的投影在這裡 所以這個指點在橫線上的投影 就是減協運動的速度 就是減協運動的速度 這個時候就是減協運動的速度 這個時候A是等於R 這個減協運動的正幅 就是減協運動的半個 就是減協運動的半個一樣 角頻率就是角速度 Initial phase就是它的起初的 Initial phase就是它的起初的角位置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加速度 加速度 What you have to see What you have to see What you have to see 這個See それ的話小一點 這個See それ的話小一點 是他 是他 好 现在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级点做圆中运动 我们看这个级点做圆中运动 它只有一种加速度 等数圆着运动的物体 它只有一种加速度 等数圆着运动的物体 向心加速度 唯一的向心加速度 唯一的加速度 它就是向心加速度 它能从这一边的 向心加速度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A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A 等下再画好了 看看画哪一边比较好 它在这个上面的投影 它在这个上面的投影 我们画在这里好了 我们画在这里好了 它在这里的投影 它在这里的投影 我们知道这个是 Omega T加 我们知道这个是 Omega T加 那这个就是Omega T加 Theta 那这个就是Omega T加 Theta 因此这个呢 这个就是Omega T加 Theta 这个就是这个呢 等于 这个就是 等于 我们把A T画在这里 等于这个 这个是A T 我们把A T画在这里 R先不要画好了 这个是A T R先不要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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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太多东西了 A T加 Theta 这个就是A N A N 这个就是A N 它的大小是A N A N 乘上 它的大小是A N 乘上 乘上 这个是Cos 乘上 乘Cos 这个是Cos 乘Cos 大小是这个 这个大小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看呢 这个大小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看呢 看成是它的加速度 这个的加速度 看成是它的加速度 那它的方向是朝这一点 这个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说 那它的方向是朝这一点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候是加速度 它是本负的 A N 它是等于负的 Cos A N Omega T加 Theta A N是什么 Omega T加 Theta A N是什么 A N是Omega平方 R 所以这个是 这个加速度形态 为 加速度形态 为 因此它是个 是一个整身运动 那么 在减轻运动里面 这个是一个整身运动 那么 是它的整幅 那么也就是说 减轻运动中的A 那么也就是说 就是减轻运动中的A 作为人周运动直点的半径 作为人周运动直点的半径 那就是 正乎A 所以 所以 我们发现 所以 我们发现 做圆轴运动的直点 它在 做圆轴运动 或者是 横轴 或者是 重轴 或者是 横轴 或者是 重轴 上面的 投影 那么这个 两个运动之间 那么这个 两个运动之间 简轻运动的正伏 的关系就是 就是 原中运动的正伏 就是 原中运动的 脚频率 就是 原中运动的 脚速度 就是 简轻运动中的 脚速度 简轻运动中的 出向 就是 起初中运动的 它的关系就是 起初脚位置 它的关系就是 这个以后 再解题目 有时候 比较方略 这个以后 再解题目 有时候 我们举个例子 你知道 它起初在这一点 它后来 跑到这个地方去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从这里 跑到这个地方来 要经过 多少时间 经过多少时间 那你就 那你就等于说 这个东西 从这里呢 跑到 这个 直点 就是原中运动的物体 从这里 跑到这里 你假如能够把 起初这个角度 是多少 算出来 两倍的角度 那就是 Omega T 要等于 两倍的这个角 T就算出来了 Omega出来的话 T就算出来了 很方便 用这个算很方便 比你用那个 函数值的算 要方便得多 OK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做原轴运动 减点 做原轴运动 减点 它的物体的指点 于它在 重原轴运动 和横轴的指点 于它在重点 和横轴的关系 它的投影就是 减弦运动 它的投影就是 减弦运动 OK 好 我们 好 我们一个例子来看看 好不好 取一个例子 来看看 好不好 取一个例子 我刚刚讲的那些 也就是说 做减轻运动 的物体 跟做原轴运动 的物体之间 有物体 跟脸 做原轴运动 的物体之间 跟脸 减轻运动 的正伏 就是 原轴运动 的正伏 就是 原轴运动 的半径 Omega 减轻运动的 脚频率 减轻运动的 做原轴运动的 角速度 做原轴运动的 角速度 减轻运动的 出向 就是它的 减轻运动的 出向 就是它的 减轻运动的 起出率子 还有 减轻运动的 速度 是跟 是 远轴运动 是跟 远轴运动物体的 等速原轴运动物体的 七色速度 仅仅运动中的 加速度 是跟 做原轴运动 指点的 是跟 向心加速度 有关 这些 我们都要注明一下 这些 我们都要注明一下 好 我们看 一支点 水平的 Simple Harmonic motion 它的位置 函数 X T 是等于 0.5 cos 1.2T 公尺 现在要求 A 对应 对应 等速原轴运动 有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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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它是水平的simple harmonic motion 水平的simple harmonic motion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圆 做一个圆 它假设在这里做等速圆轴运动 这是平衡位置 平衡位置 它就在这个上面 做以omega的角速度 在这个地方做圆轴运动 那么这个是它的半径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我们现在就看 将这个原来的式子 以解决运动的标准式子来做一个比较 点形的式子 a cos omega t 加θ跟加φ都可以 做比较 我看我是用cos 是用cos 因为它说这个是简线运动 这个简线运动的 是怎么一比较 是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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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radian per second 那么θ就是0 所以它做圆轴运动的时候 半径 au 就是1.2个radian per second 好 出 搅位置 你去到那边去 θ等于0 那就表示这个物体起初在哪 这个是半径 这个是1.2V1.2 这个是它的t等于0在这里开始 t等于0在那里开始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它现在移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这是终点 终点 这是终点 终点这个就是等于0.25了 从这里到这里是0.25 移到这里 所以移到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2等一等再写 那就表示这个终点呢 它从0开始移动 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这是0.25公尺 这是0.25公尺 这个是0.5公尺 可见到这个是几度啊 一二更靠三 这几度 六十度 对不对 这是六十度 可以 所以知道这个是等于三分之π 三分之π OK 好 好 Q点 这个是它的 这是p点啊 它的头语是q点 q点在o 在这个q点 我们这个p先不要写 oq q点在op的终点 q点在op的终点 好 好 oq的距离是等于 oq的距离是等于 0.25公尺 0.25公尺 好 这个时候的x25公尺 好 这个时候的x啊 它是等于 它告诉我们是 它是等于0.5 它告诉我们是 0.5 cos 1.2t 好 这个时候是等于0.25公尺 这个时候是等于0.25公尺 0.25公尺 0.25公尺 那这里我们就知道 cos 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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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公尺 0.5公尺 是等于0.25公尺 0.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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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秒 他从这里移到这里来 所需的时间是0.873秒 知道吧 因为他从这里移到这里 他的投影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就是帮助你 帮助你算他的角度 算角度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要讲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物体 他做同时做 两个互相垂直方向的简弦运动 就横轴也是简弦运动 重轴也是简弦运动 同一个物体在做哦 那么这两个物体 就是一个物体 他在横轴上的投影 是个简弦运动 重轴上的投影也是个简弦运动 那么这个物体的轨迹是什么 这个物体的轨迹是什么 那么这是两个简弦运动的组合 然后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topic就是 一个系统 如果他有一个平衡位置 就是说他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啊 假定原来是静止的 他永远保持静止 但是你一旦把他从平衡位置移开 一放手 他会在这个平衡位置的两侧震荡 或者是这么摇摆 摇摆 要你证明 他这个震荡跟摇摆 在那个条件之下 是不是简弦运动 要判断一个物体的运动 是不是简弦运动 在此之前我们是说一个物体做简弦运动 你要计算它的 某个 某个时间的位置 某个时间的速度 某个时间的速度 某个时间的加速度 等等 就是一种题目 还有它的能量 再来我们就是要问 一个系统 它在做运动的时候 它是不是简弦运动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判断 它是不是简弦运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 再开始介绍给各位 那么你们回去 要用功 那么我讲课 因为讲的比较仔细 比较慢 所以我的进度 不会快 我不讲课很快 很快的话 你们都听不懂 我教的是白教 你们也是白上课了 所以还是以听懂了解为最重要 我都花两个小时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能够了解 能够得到东西就好 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